我們繼續帶您看到財經專家丁學文 今天要為大家導讀的是 《經濟學人》當中一篇 關於共產黨資本主義的報導 這個名詞聽起來有點自相矛盾 我們來聽聽丁學文的解釋 幫你讀懂全世界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丁學文 今天我想跟大家談的議題 跟中國大陸有關 這篇文章是在最新一期的 《經濟學人》的商業板塊第一篇 他的標題下得非常的明顯 叫做Party Capitalist 党資本主義 他為什麼這樣說 最近如果有去大陸的人 雖然疫情封鎖隔離 人少了很多 都會注意到國進民退的現象 在中國越演越烈 那based on去年的双循環之後 其實國家跟基金跟資本主義的連結 包括北交所的控制都在一直出來 那這篇文章特別提醒了 一個叫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 CIIF 他的主要的控制的人其實很特別 其實竟然是他的監管機構 就是中國的信息辦 這很好笑 這有點像台灣的NCC 掌管媒體的 他竟然擁有所謂TVBS的股權 或者是Momo PC Home的股權 而且還在董事會裡面非常積極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其實對於所謂Venture Capital 或Silicon Valley系股來說 他們很會流口水 因為你知道中國互聯網基金 竟然擁有像微博 像所謂的抖音 甚至包括所謂的商湯AI的一個獨角獸 這些獨角獸的股權 而他所謂的一種 據說黃金股的方式 就是用很少的錢 其實擁有大概這些 很好的獨角獸的股權 而且在董事會裡面 還有所謂的話語權 那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經濟學員認為 其實代表中國 其實正在轉型 走一個不同的方向 那事實上過去幾個月 我們也看到中國很多的 互聯網巨頭的創辦人 紛紛辭職 事實上這個現象 並不是最近才獨有的 大家知道 其實在中國大陸 有很多地方的引導基金 這些引導基金在過去 其實就參與了很多 民營企業的股權投資 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對整個中國的 這個Innovation 還有民營企業的活力 經濟學員認為是非常不利的 因為一旦有政治色彩的人 進董事會之後 其實就會有一些規避風險 或所謂意識形態的一些擔心 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就沒有辦法像過去一樣 有那麼大的開創性 或者creative 總而言之呢 經濟學員特別點出了 中國正在改變的這個 所謂的共產黨資本主義 那到底對中國未來的發展 是好是壞 我們還要觀察 不過確實我們看到這個世界 在疫情發生以來這兩年 前所未有的截然不同 到底未來這個世界會回往哪走 我想能夠說出來的人並不多 可是我們確實要睜開眼睛 拭目以待 以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關經濟學員商業板塊第一篇 中國的黨資本主義的一個分析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見